第25章 猶太人的控告和央求 菲斯都到了任 過了三天 就從該薩尼亞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長和猶太人的首領 向他控告保羅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將保羅看到耶路撒冷來 他們要在路上埋伏殺害他 菲斯都卻回答說 保羅押在該薩尼亞 我自己快要往那裡去 又說 你們中間有權勢的人 與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麼不是 就可以告他 保羅上控該薩 菲斯都在他們那裡 住了不過十天八天 就下該薩尼亞去 第二天助堂 吩咐把保羅提上來 保羅來了 那些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猶太人 周圍站著 將許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證實的 保羅分訴說 無論猶太人的律法 或是聖殿 或是該薩 我都沒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討猶太人的喜歡 就問保羅說 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 再哪裡聽我審斷這事嗎 保羅說 我站在該薩的堂前 這就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 我向猶太人並沒有行過什麼不義的事 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 犯了什麼該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辭 他們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實 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 我要上告於該薩 菲斯都和議會商量了 就說 你既上告於該薩 可以往該薩那裡去 阿基柏要聽保羅 過了些日子 阿基柏王和伯尼基士 來到該薩尼亞 問菲斯都安 在哪裡住了多日 菲斯都將保羅的事告訴王 說 這女有一個人 是菲力斯留在監裏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時候 祭司掌和猶太的長老 將他的事稟報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對他們說 無論什麼人 被告還沒有和緣告對質 未得機會分數 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這不是羅馬人的條例 及至他們都來到這裏 我就不擔言 第二天便座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來 告他的人暫著告他 所告的 並沒有我所亦了的那等惡事 不過 是有幾樣辯論 為他們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為一個人 名叫耶穌 是已經死了 保羅卻說他是活著的 這些事 當怎樣救問 我心裡作難 所以問他說 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裏為這些事聽審嗎 但保羅求我留下他 要聽皇上審斷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戒他到該撒那裏去 阿基柏對非師都說 我自己也願聽這人辯論 非師都說 明天你可以聽 第二天 阿基柏和百尼基大張威勢而來 同著眾天夫長 和成女的尊貴人 尊貴人 盡了宮廳 非師都吩咐一聲 就有人把保羅帶進來 非師都說 阿基柏王 和在這女的諸位呀 你們看這人 就是一切猶太人 在耶路撒冷 和這女 曾向我懇求 呼叫說 不可用他再活著 但我查明他沒有犯什麼該死的罪 並且他自己想告於皇帝 所以我定義把他戒去 論到這人 我沒有確實的事 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 我帶他到你們面前 也特意帶他到你阿基柏王面前 為要在查問之後 有所陳奏 據我看來 皆宋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 是不合理的